事实上拜习会当中 习近平还表了一个态 他直接公开说核武用不得 核战打不得 对我们说这一次拜习会 其实各自都在说场面话 表面上是这一个各自表述 那讲的都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做到 我觉得是两回事 特别是习近平还谈到说 这个核战打不得 核武用不得 那虽然表面上这样说 那当然回头我们刚刚强调说 这个绝对会持续来扩增他的核武库 那当然美国也一样 也同样会来加速更新他的核武 所以这些拜习会 这种外交场合的话 我个人认为看看听听就好 实质的这个真正的动作 才是观察的重要指标 那除了拜习会之外 其实接下来还有一场 这个暗席会 就是说日本首相岸田 也将在这个10月17号 APEC举行前一天 在泰国曼谷跟习近平先会面 其实相同的目的跟意义 那岸田先前在 这个美日韩三国的高峰 东亚高峰会已经先 这一个直接批评中国 这个军国 中国的这个军舰 那不断的入侵中 日本的领海 甚至今年对台军演 五枚的这个导弹 就落入日本的 这一个经济海域 这些其实都是 把话先讲在前头 但是真正会面的时候 当然也希望 透过类似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会面 缓和相关的气氛 在这个国际 不管是拜习会 或这个暗席会 即将要展开 那或者是结束的同时 我们看到美日在军演上面动作 其实同时间也在进行 那2022年的 这一个美日历舰军演 现在正如火如荼 其实动员两三万的兵力 空中这个百架战机以上 在整个第一岛列内外 进行这个联合的 一个美日军演 那中间特别比较特殊的 是先前我们看到说 日本用它国造的C2的运输机 那搭载了首次 搭载了两辆 它自己国造164 这种所谓的这一个 八轮的装甲车 直接空降 不是这个降落到 这一个离台湾 只有110公里的宇纳国岛 那这一型的这个MCV 这种八轮装甲车 基本上它是 装有这个腰动五口径的 这种所谓52倍镜的火炮 基本上也在演练说 今天如果与那国岛遭到中国 不管是两气入侵的情况之下 它有足够的火力来应对 那当然离台湾非常近 当然也是在一直说 只要台湾有事 确实日本也会有事 那除此之外 当然日本最近 针对中国的威胁 八轮高穿速飞弹 它不只是先前谈到说 反舰的部分 它要强化 要两式反舰飞弹的射程 跟这个数量 另外跟美国采购战斧轻易飞弹 现在还有包含 像它自己也要来 研改研发这个高穿速飞弹之外 它也要把原本 部署在这个西南诸岛 有的这个034的防空飞弹 进一步性能提升 那目的在用于未来 可能可以具备对 这个中国高穿速飞弹 打击的这个拦截的能力 那这个部分 当然技术要非常的 这一个进一步来这个研发 非常的困难 因为特别是 包含像美军 现在也在进行相关的 这一个高穿速飞弹拦截器 那在雷达跟这些飞弹上面 其实当然有一定技术的 一个这个困难 要这个技术的突破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 它现在也在开发 所谓的这一个水下的 无人潜航器 无人潜航器 未来可能可以用于 不管是真雷也好 或者是扫雷甚至布雷 那像美国这个砂兰基 这无人潜航器 50吨左右水下 它就可以进行布雷 那主要目的 也是在暂时配合反舰飞弹 或者是这些水下潜航器 能够组制中国的船舰 穿出第一岛链 这个部分当然对台湾 也会有所帮助